長差不然今天帶你挺進到了金門的第一線 曾結合時 金門像這樣子的灘頭 過去聚集了多少血雨類的故事 但是兩岸關係緩和之下 像這樣子的營區還有這樣子的灘頭 已經逐漸失去了戰地的色彩 但在這兩天的時候 解放軍他進行實彈射擊之前 這個地方氣氛顯得格外的不同 像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國軍的風扇靶場 就這兩天的時候 趕在解放軍實彈演練的前一天 我們在這個地方 不少的官兵像我這樣子 全副武裝著裝之後 上來這邊 他進行輕兵器的實彈的射擊 在這個地方 把這個子彈大小兵器 還有包含的66火箭彈 就往這個遠端這邊射 這樣過來之後 營區你看 下來之後這邊有出現一個掩體 就往這個海邊 你可以看到海上就有一個 填字形的一個靶位 這個地方進輕兵器 還有火箭彈的射擊 就可以達到訓練的目的 但為什麼這個時間呢 國防部強調了 事實上現在這個部分 是所謂的日常的演訓 但我們可以看到是 風扇靶場這邊 現在雖然說 駐軍稍微少了 但這個地方 還是一個預備的靶場 像這樣子的 堪堡 如果說真的發生戰爭的話 這這樣的雕堡 像這樣的槍孔 槍位 都是有具體的用處的 所以說不要以為說金門 它整個戰地的 風味的變少之後 就失去了戰備 再往這邊來看 這個灘頭呢 這樣的雕堡 就主要是要殲滅 灘頭第一線 進犯的國軍 而巧合的是呢 今天 國軍在這邊進行 實彈射擊 往遠端那一邊 距離這個地方 60公里的地方 也就是這一次解放軍 要進行 實彈射擊演練的一個靶區 所以說呢 國軍 大家強調是呢 這次在這邊進行 你看到紅色的那個靶位呢 它這樣打過去的話 事實上它是說是士兵演練 平常日常的演習啊 但氣味是格外的不同 除了說今天 真的國軍提早解放軍一天 進行實彈射擊之外了 另外 另外呢 還有民眾呢 住在金門上映競場附近呢 他們直接到了 我們的陸軍很少見 平常就在漢光演習才會出現的 雷霆2000多管火箭 也出現在現場進行跳砲操 雖然沒有實彈射擊 但氣氛還是格外的不同 我們走 我們去看一下 事實上過去呢 金門呢 從這個宮六的火箭連呢 更改成為雷霆2000火箭連之後呢 事實上呢 它過去除了說演習的時候呢 並不常出現 但我們今天目擊到 在金門上映機場旁邊呢 民眾說這個地方呢 雷霆2000的多管火箭車呢 平常不太容易見到 但今天卻看到了 有士兵在進行砲操 尤其在這兩天敏感的時候呢 顯得格外的不同喔 而另外不只是所謂的武器 多管火箭車出現的 姑且不論有沒有實彈射擊 但是呢 它出現還是代表了一定的意義 另外也有陸軍司令部 來到金門的高官 我們帶您看一下 陸軍呢 除了清兵器的射擊之外呢 剛剛呢 我們也在金門的商議機場這邊呢 發現了一個狀況 軍方人員呢 他們大陣陣來迎接長官 迎接的是誰呢 原來是呢 剛剛呢 從陸軍司令部呢 直接呢 來到了金門這邊來督勤的 陸軍總事官督導長潘文青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知道是陸軍的編制下呢 總事官長 他最care的 最督導的就是陸軍的 第一級的戰力 而剛剛我們也在 上一機場旁邊的營區呢 有民眾呢 從高空往下俯瞰 發現了 駐紮在金門的雷霆2000火箭呢 他有四官兵呢 正在這個基地的旁邊呢 這個地方呢 在進行砲操的操演 當然是沒有真實的發射 也因此呢 四官長來了 以及有看到雷霆2000火箭 他沒有真的射擊 但是在進行砲操 也讓金門這邊的 整個演習的狀況呢 顯得格外的不一樣 而另外那一頭 民眾生活到底有沒有改變呢 我們再到民店去看一下 走 事實上呢 在金門這個民產店呢 這個時間點十分敏感 但還是有陸客貴賓呢 來到了台灣這邊呢 來旅行 時間不會太敏感嗎 我們上車問一下 各位 各位你們好 各位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的媒體 我們是台灣的媒體 是 你好 大家好 不過 你好 大姐你好 請問一下 您是來自哪邊 我做普天蛋 普天蛋 過來 福建過來 不過這兩天不是這個 我們的這個解放軍 要做這個實彈演習 怎麼還來台灣 還來金門玩 我們今天晚上就回家了 晚上就回家了 所以不會趕上明天的軍演就對了 沒有 所以趕著回去嗎 我們今天晚上就回家了 我們晚上就回家了 事實上這一車貴賓 全部都是來自福建 普田的 你可以看到滿滿的一車 大家好好了 金門好玩嗎 金門好玩喔 好玩 好玩 只不過時間點很巧妙 我們各位看一下 他們這一車滿滿的貴賓 就趕在今天17號晚間 他們就要搭船回去普田 為什麼 因為隔天金門這邊 可能就會只距離 所謂的軍演的地方 只有60公里左右 今天為您問到了 這一車滿滿的貴賓 他們都是小三通過來了 但是敏感時間 就選在特定的時間 回到福建去的 這就是目前的金門 最新的一個情況了 可以說 雖然說民眾還有看到 陸客他們照樣來玩 但是18號當天 陸客可能變少了 整個觀光的風景都不對了 金門人還是照常的過生活 只不過 戲分跟平常的確格外的不同